传令梦东、梦北、梦西三人 此前本公子的一切命令全部作废 三天 我只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给我扫清一切障碍 不管是此地的修真、凡人界 也要全部归降于本公子 画出陆臣此人的画像 分散到此地先灵大陆的所有角落 本公子要看到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有陆臣的画像 所有修者、凡人 只要是活着的 都给我去找陆臣 胡威已经歇斯底里了 发起风来的模样 光是贺声便让龙岩等人胆战不已 五爪金龙 银宗大元 仙灵大陆的妖兽也要参与进来 胡威冲着龙岩大贺道 圆猛一听 愤怒无比 刚要义无反顾的拒绝 却被龙岩拉住 龙岩对圆猛使了个眼色号 玄机命令道 属下领命 冯敬之 那冯姓老者上前一步 拜祷在地 老仆在 图一道 你带八名援英中期高手 给本公子搜集零食 上品 集品 有多少 要多少 给你半月时间 老仆领命 朱岩 另一名从来没有说过话的老者 抖步上前 声音奸细应道 公子 朱岩 本公子命你马上着手准备 七级传音阵的材料 待到冯老回返 立即择地设阵 那朱岩文言 微微一愣称道 公子 此地零食稀缺 七级传音阵的材料 所需甚多 若是建造了七级传音阵 恐怕就没办法 再建双向传送阵了 胡威一百大手断然道 来不及了 建造双向传送阵 最少要百年时间 此次牵扯两件仙器的大事 就算父亲大人到了 也要正事 此事牵扯极大 以防有变 五十年之内 必须要把这里的消息 传回龙浅兴 交给父亲大人 和宗内长老定夺 冯姓老者想了想 点头道 公子担心的没错 此事的确重大至极 我们既然能够找到 这颗奴行 难保不会有人 入京此地 要是有外仙域的 高手到此 我们还可以抵挡一下 若是有内仙域的 强者出现 恐怕 我们的计划 就要泡汤了 朱颜听到这里 慎重的点了点头 朗声道 公子放心 老仆就算耗损百年修为 也会尽快打造好 七级船银针 行动 都站在这里干什么 快去找 去找 千灵大陆以南 地狱无从考究 纵然陆尘神识强大 也有触及不到的地方 他只知道 自己被悬光镜 一要三百里的能力带着 来到一处荒无人烟的 群山大川之中 这次使用悬光镜 陆尘并非神识之力耗尽 在短暂的一瞬间 陆尘经历了 从破开空间 到逃出升天的奇异过程 由此 陆尘断定 其境老人所留的悬光镜 绝对是解离绝中 提到的空间法器 但是眼下 陆尘显然没有思考 悬光镜究竟是什么的时间 从刚才图围看到 梁天池变着近乎发黑的 纯紫色 所流露出来的惊骇之色 陆尘能够想象到 自己消失以后 徒微会变成何等 猙獰的模样 仙气 居然是仙气 陆尘夺路狂奔 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该去往何处 乾坤带中的传音符 一道接着一道燃烧了起来 竟是自己的好友传来的 一则则消息 陆尘抽出神石 感受一番后 顿时新凉 犹如掉到冰冷的谷底 陆尘 你在什么地方 仙灵大陆变天了 突然出现了无数高手 援迎其金丹后期 正在扫荡着 仙灵大陆的修真剑 第一则交集的询问 来自于 血剑门方子新和陈曲 接着是第二则 自己的师父了尘 小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让我们离开血剑门 你又惹了什么事端 陆尘看了白眼狂翻 心中吼道 干道爷什么事啊 都是司马烈 临死了也不叫道爷安生 居然给了道爷一件仙气 过了不大一会儿 第三道传音符亮了起来 正是庄文元那个大嘴巴 老大 俺对你的景仰 真个是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犹如长江大河 一发不可收拾 余下省略书案子 连仙气都能搞到手 小弟佩服至极了 第四道 陆兄弟 俺是元猛 你太牛叉了 伟兄真是佩服死你了 啥时候回来 叫俺元猛也看看 仙气长得什么样子啊 第五道 陆臣小友 我是龙岩 别听元猛胡说 重要事有一件 你走之后 徒威已经发狂了 如今正全力扫荡东西二周修解 就连凡人界也没有办法幸免 记住 不要抛头路面 有多远走多远 能不修炼 最好不要修炼 现在所有修士凡人都有你的画像 正在全力追查你的行踪 连凡人国度都受到波及了 陆臣看到这里 倒吸了一口凉气 第六道 居然是许久不见的慕容雨昕 消息很短 但足以能够说明问题 以及贴心温暖 大周轮县 被修士控制 神秘高手正在找你 我正敢往妖荒与师祖会合 一切小心 陆臣停了下来 穿过一处低矮的树林 找到一处低洼的山谷 神石一扫 周遭没有半点生机存在 玄机安心 仔细地想了想 陆臣还是寄出一道传音符给了臣 师父 徒儿怀弊其罪 正被仇人追杀 来人的来历不久之后便会知道 现在马上与祭宝 樊云等人使用陆行舟 寻一处偏僻之所以匿 不要暴露身份 对方高手手中有查探修士法力的法宝 能不修炼就不要修炼 我们以五年为一个期限 用传音符 用传音符互通消息 余下时间寻求自保为主 将忠告以紫及传音符的方式发出 陆臣冷静了坐了下来 这下麻烦了呀 草长应飞的时节 大地逢春 在安静的南部山谷 一道人影几乎贴着地面 急速向北移动 人影飞奔了一会儿 便会停下来 将身子低附在树丛中 用神识查探一会儿 随后 脸上稍有一丝轻松爬起 便再度向前进行 人影不是别人 正是陆臣 自打从修罗摩海逃出来 并收到龙岩等人的消息之后 陆臣就从没有遇空飞行过 即便是为了提高逃跑的速度 也只是把身子微微悬起 紧紧贴着地面低空飞行 甚至于大半的时间 陆臣一直用双条腿 在穷山恶水中穿行 大陆变天了 徒威发了风似的追捕陆臣 不足一个月的时间 先灵大陆的修界所有修士 只要达到炼器七层的 全部出动 四处打探陆臣的下落 就连凡人国度的军队 也在各地设下关卡 搜捕关于陆臣的行踪 一个月来 整个大陆的高空平白无故 多了许多欲见飞行的修士 徒威手中有两天尺 他不敢过于嚣张地杀人 只能避其锋芒 夺路狂奔 脚下的绿草 沙沙作响 陆臣走走停停 来到南部山脉一处山谷的地步 两旁树立的山脉在视野中收窄 一条滩滩的溪流从峡谷上游 蜿蜒而下 此处生机盎然 树木淋漓 遮天的树荫 几乎将山谷遮盖了起来 四下扫视了一番 终于没有发现有修士的存在 陆臣走到西旁 洗了把脸 坐在地上 休息了一会儿 陆臣走到一侧山林旁边 祭出龙魂剑 很快的在山体角落 挖出一条长达数十米的地下通道 并在里面开辟了一处临时的洞府 徒威手下 冯姓老者曾经说过 梁天池的感应能力 连结界法阵禁止都无法阻挡 看来不可以设置法阵了 多亏他提醒了我 不然贸然的用法阵引一踪迹 恐怕会费力不讨好啊 站在地下不足十尺的空间 陆臣又从外面用龙魂剑 切出一块大石将洞口封住 再抓些枯草伪装了一下 转而进入了地下 一个多月来的逃窜 陆臣几乎每日都在提心吊胆 对方的实力太强 自己必须想办法提升实力 在这之前 陆臣觉得必须要搞清楚 先移玉瓦到底是什么东西 第二次使用悬光镜 让陆臣可以肯定了一件事 这件法宝应该是空间法宝 所谓的悬光一要三百里 说的不是实力的途径 而是空间中的三百里距离 并且悬光镜显然不能接通众仙狱 只能在仙灵大陆这片空间进行顺移 具体出现在什么地方 陆臣也不知道 但他可以肯定 如果自己的实力还保持在金丹后期 恐怕这一辈子也休想逃出去 实力 还是实力 陆臣暗暗握了握拳 将仙移玉瓦从乾坤带取了出来 散发着淡淡幽黑亮光的仙移玉瓦 瓦面澄澈有如一面镜子 拖一取出 陆臣便感觉到自己的五内 都受到玉瓦上的气息牵动 升起一股极为暴力的气息 就想出去大杀一番 感受到此点 陆臣赶忙运气清心绝牙齿 片刻之后 那股暴力的气息方才有所减弱 看起来魔镜城的煞魔 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陆臣回忆修罗魔海一行 魔镜城中的煞魔 大漆和天门阵中的傀儡 以及眼前的仙移玉瓦 一切都跟煞绝之道的冰煞之气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卢臣划破手指 滴了一滴鲜血上去 阴红的光运只在那瓦面上一闪 跟着光芒消失了 玉瓦上的煞气极重 肯定无法藏匿气息 可惜玉瓦不能认主 这玉瓦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图微断定 它就是仙气 陆臣始终想不明白各种原因 左思右想后 把玉瓦放在脚下 神石守核 进入了神霄殿空间 顶着翻滚的煞云 陆臣进入了神霄殿内 神霄殿并无变化 依旧是空荡荡的大厅 六代殿主的雕像 围着雕像转了一圈 没有什么发现 随后 陆臣又拿出解离诀 翻阅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任何关于 仙怡玉瓦的描述 只不过 当陆臣仰天长叹的时候 忽然他发现 在神霄殿顶某处 有一个空洞 那是神霄殿 最尖顶处露进来的 一束黑光 黑光投射下来 在六代殿主雕像中间 打出一道光影 形状四四方方 尺寸上大致和仙怡玉瓦吻合 啊 陆臣灵光一现 掠出神霄殿外 围着神霄殿飞到殿顶 二三层的神霄殿 陆臣还无法上去 他只能从外面 观察神霄殿的顶部 果然 陆臣有所发现 就在自己下面 神霄殿顶 除了西北方向坍塌之外 另外三面 都是完好无损 只有在最中间 尖顶部分 出现了一个大洞 陆臣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毕竟神霄殿破损得太过厉害 殿顶掉了一块瓦片 并不奇怪 然而陆臣今天方才发现 神霄殿顶那块瓦片的空隙 与仙仪玉瓦 实在是太吻合了 想到这里 陆臣神识出了神霄殿 回到山中洞府中 凝视着仙仪玉瓦 尺寸吻合 莫非这块玉瓦 是从神霄殿顶部 掉落下来的 想到这里 陆臣赶忙抽出一丝 纯净的煞气 丹掌抵在仙仪玉瓦上 一股精纯的煞气本源 缓缓在手掌上 迸发出黑亮的光芒 清晰可见的事 这仙仪玉瓦 正在吸收自己体内的煞气 一丝丝细流缓慢的注入着 片刻之后 就在陆臣感觉到 自己的法力几乎消耗一空时 仙仪玉瓦忽然明亮了起来 犹如一面成澈的镜子 在玉瓦的凹面出现了一道人影 眼前仿佛画布一样打开 人影低头沉思 手指重锤 只露出一个背影 不断的灰锤间在陆臣的石海中响起清脆 而又灵动的锤音 打 炼气 陆臣一看大惊失色 这幅画面正是司马列考验自己时 在海底行宫的墙壁上 缓慢播放的那一幕景象 这不就是百炼千锤吗 原来司马列火的墙壁浮光掠影 竟然是来自于这块玉瓦上 陆臣紧紧盯着背影 马上发现背影的位置有些问题 正对着陆臣的背影 并不是人影后背的全部 而是只有上半身 从角度上看 似乎是站在背影的斜上方 朝下看去的样子 陆臣想了想 一层神销殿直通神销殿顶的楼宇格局 如果把人影放在大殿的一层中央靠前的位置 再把遗漏的玉瓦空隙 和人影连成最短的一条直线的话 自己只要在这条直线的任何一个位置 都能看到这个角度的背影 也就是说 陆臣沉思中 眼中闪过一道异样的光滑 也就是说 玉瓦中是反射神销殿某人炼气时 才能出现的影像 这个发现 不可不说令人无法相信 陆臣发现 那人影的身影 与六代殿主王魂所幻化出来的 法相真身各不相同 也就是说 除了自己与六代殿主之外 神销殿里还有第八个人存在 怎么可能 陆臣心下惊呼了一声 暗存道 不可能 那背影也不是齐静老人 不是六代殿主 更不可能是我 他到底是谁 如果神销殿真的有第八个人存在 他现在在哪里 齐静老头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跟我说的 再者 这片玉瓦如果真的是神销殿顶的一块玉瓦的话 想必可以肯定是仙气了 陆臣一席记得 齐静老人在为自己讲述神销殿空间时 那副傲气凌人不可一世的神情 仿佛天上地下 这神销殿的存在超越了一切似的 而他有一句话 至今还让陆臣记忆犹新 神销殿何其宏伟 便是殿外器种都是仙气的存在 而神销殿的每一砖一瓦 都暗含大道治理 处处都是神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